好,我們先來關心烏爾的最近情勢 4月28號,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 他來到烏克蘭的首都基辅 同時視察了遭到俄軍血洗的布查跟伯羅漿卡 他親眼看到當地的慘況 古特瑞斯說他沒有辦法 他認為這樣的戰爭怎麼能夠被接受呢 而在結束完他的訪傳之後 你看到古特瑞斯他就跟烏克蘭總統 責倫斯基進行會面 古特瑞斯也強調聯合國他會盡力的幫助 被困在馬里屋波爾亞素鋼鐵廠的平民 讓他們可以平安的撤離 但是目前還不願意透露會有什麼行動 因為怕會破壞撤離任務的可能性 責任司機在會面後的記者會上 也做出了回應 馬上代理來看 好而就在聯合國秘書長訪問基輔的期間 俄羅斯軍隊居然對基輔再次的展開空襲 在當地時間四月二十八號晚間 俄羅斯空襲基輔兩次 打到的是基輔的西部 而就像你畫面上看到 這被炸到的地方冒煙起火 那救援隊他也迅速的趕到現場 而這同時也是俄羅斯從四月中以來 第一次在轟炸基輔的行動 尤其還在聯合國訪問期間 挑釁意味其實非常明顯 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身邊的幕僚 他已經證實古特瑞斯他的安全沒有問題 但同時也說空襲的地點距離他們很近 所以他們很震驚 除了基輔之外 現在被圍困在亞蘇鋼鐵廠的這些人 根據當地的說法 他遭到了最猛烈的襲擊 而鋼鐵廠的副指揮官帕拉馬 他在接受路透社採訪的時候特別強調 他絕對會站到最後一刻 現在有美國的高級國防官員情報就指出 在馬里乌波爾的俄羅斯軍隊 他已經慢慢的往西北方移動 雖然是沒有透露太多訊息 但可能俄軍正在準備下一波 對其他地區的攻勢 我們最後來看到 德國國會在當地時間4月28號 他通過了決議案 要求政府繼續的軍援烏克蘭 這代表的是德國他的立場 開始出現一個轉變 以及未來他會繼續擴大 對烏克蘭軍援的力道 同樣挺烏的還有美國總統拜登 他呼籲國會支持他 再給烏克蘭三百三十億美元的援助 其中的兩百億呢 是武器這一些軍事援助 另外還包含了八十五億的直接晶圓 還有三十億的人道援助 超過四十五門美軍榴彈炮 已經轉交烏軍手中 德國國會也決議通過提供烏克蘭重型武器 美歐援助無疑都是烏軍 在頓巴斯抗俄的一大利器 但軍援成本高昂 連美國老大哥都喊吃不消 沃爾戰爭開打到現在 美國累計援助烏克蘭達三十億美元 約核心台幣一千億元 現在拜登還要再加碼 向國會勤款三百三十億美元 近一兆台幣 其中超過一百一十億 會用於經濟及人道援助 另外有兩百零四億美元 則是最新一筆軍援 拜登打算開闢裁員 要透過究責俄羅斯富豪 扣押制裁寡同盟的資產 補貼美國軍援的費用 北約二十八號也提到 會協助基辅將武器從蘇聯系統 轉為現代西方軍武 而且已經有準備相關軍援 可能要花上好幾年 因為普丁侵吞烏克蘭的野心 有增無減 俄軍相隔近半個月 二十八號再度空襲基辅 時間點正好是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瑞斯訪問的同一天 聯合國發言人坦言 連古特瑞斯都被近距離的空襲嚇到 索蘭斯基也痛批普丁選在此時攻擊基辅 是對聯合國的羞辱 而且普丁二十七號才向古特瑞斯表示 原則上同意讓平民撤離 被俄軍圍困的亞速鋼鐵廠 同一天卻出動七架土耳轟炸機空襲場區 當地一名官員說 整夜至少有多達五十次的攻擊 同時二軍戰略還猛攻烏冬城鎮的鐵路 要切斷烏克蘭的頓巴斯不極限 烏克蘭國防部長警告 接下來幾個星期會非常艱難 普丁集結重兵打算大規模進攻 美軍分析 二軍在烏克蘭七天之內 多了七個迎擊戰術群 進行文物 洛英朱家林報導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 美國他擔心北京對台灣的軍事威脅 會不斷的升溫 那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他再度的強調 美國會持續確保台灣有自我防衛的能力 另外呢 拜登政府他籌組了印太經濟架構 他被當作是美國抗中的利器 那台灣之前積極的想要爭取參與 但是一直沒有得到美方的回應 那對此呢 國務卿布林肯 他也在國會上澄清 印太經濟架構 並不會排除任何人 當然也不會排除台灣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會議上 再一次保證美國協防台灣的決心 布林肯提到 在北京對台威脅與日俱增之下 美國2017年以來對台軍售額達到180億美元 直接商業銷售也有25億美元 這些軍售除了不能中斷以外 審核時間更應該再縮短 聽在中國耳裡相當刺耳 我們對布林肯國務卿的表態 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王文斌指控美國言行不一 尤其是一中政策 旺得乾乾淨淨 既然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又何來大陸侵略台灣一說呢 另一頭在東京的日德領導人會談 聚焦烏惡議題 當中中國同樣因侵略野心被點名 日媒更形容 這是場剑止中國與俄羅斯的會議 岸田文雄表示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打亂了世界秩序 除了將祭出更強烈制裁外 也會與歐洲攜手加強印太地區防禦 避免有任何國家同樣用武力 來改變國際現狀 被認為就是在指中國 強調民主國家團結的重要 德國總理肖茲表示 德國是今年七大工業國的輪值主席國 明年將由日本接棒 因此德日雙方更有義務加強合作 避免任何類似的軍事侵略從業 新新聞 新次見 代幼人報導